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就画这样子 我们上次讲过这里有两个线圈 这是A线圈 这是B线圈 要注意它们两个的电流同方向 这两个线圈是平行的 而且电流是同方向的 我们发现这两个线圈之间 它们会有一个互相吸引的力 那这个力我们要怎么算呢 我们上次介绍过 这个要用虚功的方法来算 那我们首先呢 就看这个系统 它本来有多少能量 就在这一刹那 它的磁能是多少 我们上次算出来了 磁能 是等于二分之一 LAIA平方 再加上二分之一 LBIB平方 再加上M 乘上IAIB 那我们说你这个系统啊 本来能量是这么多 什么 哪一个画法呢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它的这个 我们从它的能量来看 从能量来看 系统本来有这么多能量 如果它有互相吸引的力 那这个力就会做工 对不对 它从这个地方本来在这里 后来受力以后啊 就移到这个地方来 好 它所受的力呢 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来看 磁场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磁场 这个地方的磁场 这电流是这样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有一个磁场 如果是往这一边的话 B A A线圈在这里产生的磁场 它是跟着这个磁力线 这样过去的 好 然后呢 这个电流 这个地方有电流 这个电流啊 是往这个切线的方向 往前 我这画的不太准 电流往这个方向 那我们这里就取一个DLB 于是这个线圈就会受一个力 它是DF 要等于I IB 称DL 这个是电流的基数 在这个磁场里面 在A线圈的磁场里面 所受的力 那于是 这个线圈呢 就朝这个地方 做一个位移 于是他就 我们讲他从这里移到这里 对不对 我们就画在这里好了 他就会有一个 DR 有一个位移过来 位移 好 那 你看他因为受力 力呢 会有一个位移过来 于是这个力就会做工啊 这个力会做工 那这个力做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这个力做工的结果 就是这个字 做工一定要靠能量嘛 它这能量从哪里来啊 这能量一定是 这个 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是 IAIB 保持不变 维持不变 就是保持一定的话 保持一定的话 我们看这个 因为这个线圈 我们先看他彼此的距离接近了 接近了以后啊 这个都没有改啊 自改跟电流都没有改 因为电流是定值 改的是什么 互感系数 因为互感系数 跟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关嘛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时候 我们假想 他这个线圈移到这里来的时候啊 那 就写错了 这是大磁场 好 磁 磁能 它就开始有个改变 这个改变就是等于 IA 乘IB 这个 这个没有变 乘上 DM 然后呢 这个 我们把IA 保持的话 后面这个就可以写成 D5 AB 如果你把IB保留 IA乘DM 它就是等于 D5 BA 好 这是这个系统啊 磁能的改变 这是 这个 是说明这个 说明这一项 好 现在我们看 如果IB要保持一定 电源呢 因为你现在靠近了 靠近了以后有什么结果呢 这个线圈的磁场 在 这个线圈 它 跑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 磁场增加 所以它的flux就增加 而flux增加的时候啊 我们根据 Lent law 它就会产生一个 磁场 跟你这个 另外 要产生一个磁场 跟原来这个磁场的方向相反 跟这个方向相反的话呢 那么它就会产生 所谓的电动式啊 电动式有电流 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 磁场啊 好 这个 若 IB 需要有一个增量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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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它的 EMF 你看它要产生 跟这个相反 这个 线圈是这样子 磁场这样 它要产生这个线圈 那么它会产生一个 电压 电压 那么 V EB 就是说 B线圈上面 会有一个 感应电压 它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 Flux B线圈上的磁通 由A线圈上面的 电流所产生的 这个 一个增量 所以 本来 这个线圈上面 有V了 我是没有画出来了 本来这个地方 有V了 是这样子的 那么它会 产生一个电流 是这个样子的 电流这样子的 电流 它是 这个电流 磁场朝这边 我们先不管 这个 就是说 这个 电压是这样子的 电压是这样子的 现在这个磁场增加了 磁场增加的话呢 通过它的增加了 它就产生一个 这个方向的磁场了 产生这个方向的磁场 它的电流是什么方向啊 还是这个方向 还是这个方向 那就是表示说 这个时候 它的 它就要产生一个 EB EB EB是等于这个 那么它的能量呢 我们就有 W DW AB 就是B线圈上面的能量 B线圈上的能量 那这是由A线圈上面 所 给它感应出来的 它应该是等于 IB 乘上EB 这是电动式的能量 电动式的能量是EI B B线圈的电动式乘上B线圈的电流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可以写成 IB 然后这个 EB 就是这个 D Fi B A DFi 等等我看看 我这个写错了 DFi 好 那么 这个是DFi 因为我这上面改过 改过这个字写得很小 看不太清楚 好 这个呢 这个是IB 然后我们乘上这一项 DT 就算DT OK 好 那现在 这是能量 能量 OK IB EB EB 等等 我这里 等等 我这个地方 我写一下这个 D W SB 这个S代表Source B线圈上的Source 它所增加的能量 B线圈上的Source增加的能量 B线圈上的Source增加的能量呢 就等于IB 乘上 乘上EB EMF的 B线圈上的EMF 好 这个是 这个是功率哦 注意啊 这个东西是功率哦 功率是待位时间的能量哦 所以你要能量的话 这个地方要 乘一个DT 乘上一个DT 好 那 我们现在把 这个 带进去 D5 B D8 OVER DT 乘上DT 好 那这个 就等于 IB D5 BA 那我们又可以把 我们前面又写过 好 这个呢 我们可以把 DBI写成 IADM IADM OK IADM 好 那这个是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什么 就是系统的 能量 系统磁能的改变 等于系统磁能的改变 好 那么 同理 A线圈影响到B线圈 B线圈也影响A线圈呢 反过来的话呢 我们可得 DWSA 要等于 也等于 IA IB 好 好 A线圈上的 这个是SA了 好 这个地方 其实也有一个了 这是 SA SB 这个是SA了 正负 所以 同时啊 这两个电动式都要增加能量 因为它一靠近的话 它产生的磁场在这里增加 这个电流也会在这里产生磁场啊 也增加 所以它flux都是增加的 flux都是增加的 那因此呢 这整个系统是增加的能量 这整个系统所供应的能量 增加的能量 增加的能量 那就是D source DW source 它要等于D source A 加上D source B 这个呢 这两个都等于IABDM IABDM 就是两倍 IABDM 那IABDM 叫做DWB 因此 这就是两倍的 DWB 就是系统 磁能增量的两倍 磁能增量的两倍 OK 好 现在我们 看这个 由能量守恒 守恒定律 能量守恒定律 Source 增加的能量 要等于什么呢 等于原来的 磁能 原来有磁能呢 然后你又做工 对不对 又做工 做工就是DWF 就是这个 就是DF做的工 DF做的工 好 那我们就可以 因为这是它的两倍了 我们可以写 两倍的DWB 好 这个约到一个 好 那我们就得 好 所以我们就得 DWB 要等于DWF 好 这个是存量 好 这两 这个能量跟 这个所做的工 都是存量 我们就把这个 写成 写成 磁场能量 的DW 我们可以写成 Gradient 磁场能量的Gradient Dot位移 这个呢 可以写成 它所受的力 DF 我们写DF 这个就是FAB FAB DOT DR AB之间 AB之间的力 你 A线圈给B线圈这么多力 B线圈同时也给A线圈这么多力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那这个FAB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成是 看成整个这个线圈 这个只是一个 基数而已 对不对 整个线圈 它会受到一个这么大的力 B线圈 被A线圈所吸引的力 这两个相等的话 我们就得一个很重要的 式子 很重要的式子就是 这个DR都约掉了 我们就得FAB 它是等于 Gradient 磁能的 Gradient 磁能的Gradient 不过要注意 我们现在呢 是什么状况之下产生的 电流保持定值 就是I要等于Constant 两个线圈的电流刀保持定值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用这样的一个符号来代表 磁能 The Gradient 这个是I Keep Constant 电流 Keep Constant 那么也可以把这个 因为磁能 你看 DWB等于这个 这两个都不变 所以Delta WB就等于 IAIB称上 Delta M 称上 不是称上这个 Gradient的M 所以这又可以写成 IAIB FAB 那等于这个 也等于这个 就是两个线圈 互相作用的力 等于这个 不过你这里要 这Mutual Inductance 没有关系 就是 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是电流保持一定的时候 再来我们就看第二种状态 就是 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线圈没有动 我们假想它动 它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这一刹那 它在这里 我们假想它 受力以后 有一个Virtual Displacement 这是假想的 同样是这个状态 Flux 原来有Flux IAIB 假如 不动的话 IAIB不变的话 你这个 两个线圈 靠近的话 Flux会增加 对不对 这是 现在这个状况 我们 再考虑一种状况 就是 还是在这里 IAIB 但是它的Flux呢 我们假定 它有一个位移 有一个位移 位移 产生的时候 它Flux不变 本来它的Flux就是这个 Flux不变 Flux不变 那会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Flux不变 那只有改变它的电流 对不对 Flux不变 只有改变电流 因为你越靠越近的话呢 Flux应该是增加嘛 应该增加嘛 你现在不要Flux增加的话呢 你就要靠电流啊 来 电流产生的磁场 跟你那个磁 跟原来的这个磁场 要相反嘛 所以它 电流就会 有所改变 第二种状况 这是第一种状况 电流不变 第二种状况 磁通 保持定值 维持定值 你看这个 两个本来有电流 这里产生磁通 靠近的话呢 磁通应该增加 对不对 应该增加 好 那现在呢 磁通保持一定 电流一定变小 电流变小 那对整个系统来讲啊 你电流变小的话 就是什么变小 磁能变小嘛 对不对 磁能变 磁能变少 好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磁能变少 磁能变少 就是它的 电流啊 要变小 变小 二线圈 二线圈 二线圈靠近 一个第二的距离的时候啊 距离的时候 它会做工嘛 对不对 做工嘛 D W F 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 F A B DOT D R DOT D R 好 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电流啊 并没有增加 电流反而是减少 电流并没有增加 那就是说 我们的Source 没有供应电的 没有供应能量哦 没有供应能量 它是电流变小了 那就是说 为什么变小了呢 电流变小 就是磁能产生改变 那它就等于 D W B 或者我们 我们这么写 D W F 要等于 磁能的减少 反正就等于 磁能的减少 好 那么 然后这个就等于 F A B D W B 要等于 负的 D W B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等于负的 Gradient W B D W B 我们写这样子 这个 我们不要写 从这里开始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得到 F A B 我用颜色的 B来写 所以 F A B 它要等于 负的 Gradient Magnetic Energy 的 Change 它的 Gradient Magnetic Energy 这个时候呢 是Flux Keep Constant 多写一步好了 Flux 等于 Constant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用一个简洁的符号 W B 这里写一个Flux 所以 这两个例子是一样的 这样求出来的F A B 跟那个求出来的F A B 是一样 因为 这两个线就没有动 就在这个时候 它的动是一个 虚的 虚弓 OK 所以 你用这个做也可以 用 用那个方式做也可以 好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上一次我举一个例子 结果图画错 画成这个例子的图 后来我又更正了 那现在这个例子是 是这样子的 我用 别的颜色来画 别的颜色来画 两个长螺线管 它的Cross Section 可以看成是一样的 Cross Section是一样的 OK 然后它会重叠 有一部分 重叠在一起 就是说这个 伸进来一部分 这个 伸进到这里 伸进到这里 好 那么这个 绿颜色的 我们算是 IA 这个电流 一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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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扎一扎 然后从这里 这个地方叠在一起 这里出来 我们假定 这个是IA 这个是IB 那白颜色的呢 也有电流 它就是这样子 在外面可以看得见 电流 在外面 好 这个是IB 这个是IB 我们现在 假定 单位长度 这个是NA 扎 这个白颜色的单位长度呢 是NB扎 好 那么 这个长度 白的 是一个LA 绿的 这个 LB 它的 我看它的 Cross Section Cross Section 我们用S 整个面积用S 不是用R 它的半径 不是这样子 那它重叠的部分 重叠的部分 这个是重叠的部分 有L L常是重叠在一起 今天要问 这个时候啊 都有电流 你看到没有 这个电流是什么 同方向 要注意哦 刚刚我们所导的两个结果啊 就是这两个线圈 我们是假设它的电流同方向 电流同方向 就是说 它的磁场的方向啊 都一样哈 经过A线圈跟经过B线圈磁场的方向 都是 都是穿过同一个方向 因此结果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positive 那个是negative 如果哈 如果 电流的方向相反 A线圈 电流是 电流比如说这样子 B线圈是这样子 那这两个线圈会互相吸引吗 互相怎么样 排斥 对不对 互相排斥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这个 这个方向就不一样了 所以 如果电流的 方向 两个线圈 电流的方向 或者是磁 磁通的方向 相反的话 这条加负号 这个加负号 那个是正号 那个是正号 OK 现在你看这个 所以以后我们看一个系统 首先看 这两个系统的电流 是同方向 还是反方向 这个是什么 同方向 用我们现在导的这个 用我们现在导的这个 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 这个是 从这个到这个地方 这是L LB 这L A L A 那个A在这边 B在那边 好 有时候会想 想到这个 OK 好 这样子 好 现在我们来 求 这个就是要求二线圈 二线圈的相互作用力 那我们知道 这个 如果 电流的方向相同的话 这两个线圈要互相吸引 所以 所以说 你A线圈 你A线圈给B B线圈的力 或者是B线圈给A线圈的力 我们先定义好了 我们要求 我们要求的是 我们现在用什么呢 用这一套跟那一套 用这一套的话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 磁能的改变 系统磁能的改变 或者是用 Mutual inductance 用哪个比较好 那用这个 因为你要求磁能 还是要求Mutual inductance 那我们就用这个诗字 那我们就写 FAB 要等于IA IB 正的 正的 因为电流方向相同 FAB就是什么 B线圈受的力 是由A线圈给它的 那这个力呢 我们可以画出来 就是这个A线圈 这是B线圈 B线圈的力 由A线圈给它的 OK A线圈给它的 好 那现在我们 要看它的位移 看它的位移 那我们就把这个 坐标啊 因为这个在动 对不对 我们假设这个 受力在动 那我们就把这个 坐标的圆点呢 就射到这个地方来 射到这个地方 圆点 好 那现在就看你这个 横坐标 是 是 射在哪里了 横坐标 如果你要这么射 这里是R也可以 你这样射 那边是R也可以 R的话 这个就是R univectal univectal OK 好 那 我们现在就看 Mutual inductance 两个线圈的 Mutual inductance 我说你不要 背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背不起来 你背会搞错了 我们就看是 现在是FAB 对不对 我们就来看这个 Flux Flux AB好了 所以B线圈上的Flux 由A线圈上的磁场 给它的 好 这个是跟 A线圈上的电流 成正比 比例常数 MAB跟MBA都一样 那这个时候AB 这就是AB了 那这个是B线圈上的磁通 由A线圈给它的 那B线圈 这个磁通 把B线圈练住几列 把B线圈练了几列 B线圈从这里到这里几列 我们不晓得 几条不晓得 我们知道这个长是L 而B线圈单位长度是NB 单位长度是NB 那现在有L长呢 那它就是NB乘L 就是这个 当然你也可以 也可以用这个 5BA要等于MAB乘上IB 这个就是NA乘L 这两个都可以 所以MAB等于MBA 那我们就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把Mutual Inductance 把它写出来 我们就把Mutual Inductance 它是等于IA 如果用这一组的话 它是IA分子NBL 乘上5AB 这个什么意思是AB 这是AB 好 它也等于NA乘上L 5AB over IB 这个我们用第一试 第二试 第二试 这个是 我们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我们把这个写出来了 第二试 那现在你要求这个的话 要求Flex AB 或者是Flex BA 好 那我们就写这个 Flex 其实你写一个就好 你选任何一个都可以 如果你写 我们先两个都做 AB的话就是B线圈的Flex 由A线圈上的磁场所供应的 那就是A线圈上的磁场 在B线圈上的磁通 好 那么Flex BA 是A线圈上的磁通 由B线圈的磁场所产生的 好 这两个是这样子的 好 那现在你要算这个BA或者BB啊 那我们就假定 这个螺线管是长螺线管 它边边这个磁场啊 跟当中不一样 因为它很长很长很长 所以当中的几乎都不变 只有旁边变一点点 那旁边变一点点 我们就慢慢呼呼的不济 那就说若边端效应不济的话呢 我们可以算出它的磁通 这是ampere's law 好 大概第一个A线圈上面 我们就得B A 它是等于μ0 naia 如果是求B线圈上的呢 它就是μ0 nb Ib 其实你只要写一组就好了 我这个两个一起做 你们回去就好好看 然后呢 因为这个都是常数啊 这个都是常数啊 我们把它带到第二式 第三式 我们把这个 带入第三式 我们就得flux 我们的 phi ab 是等于μ0 nb ib 乘S 这是通过B线圈 那么phi BA呢 是A线圈上的flux 那么它就是μ0 nA Ia S OK S为界面积 好 这个 连同这个 flux 不flux 然后把它带入 第二式 我们就得mutual inductance 它是等于 Ib Ib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看看 Ia 等等 Ia Ib Ib 这个都可以约掉 怎样 有什么问题 就是 你的 P A 就是 Mu0 和MuA 还有那第三式 第一个式 是P MuA 那为什么 phi A 就是Mu0 和MuA B 你写上了吗 你说这个 phi A B 是吧 Flux 我们在这个地方 Flux A B 是由A线圈上的 磁通 A线圈上的磁场 在B线圈上产生的 这个 磁通 其实 这个都是常数提出来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通通是S 什么 BA是等于这个 A线圈上 这个OK 这是B线圈上的 B线圈上的磁场 B线圈上 这个是A线圈上的磁场 OK 好 那这两个 都可以约掉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Mu0 NA NB 乘上 L 再乘S 乘L乘S 好 那等一等啊 我们要把这个代入第一式 求什么 要代入这个 要代入这个式子 这是gradient gradient 那么我们现在乍看之下 这个是常数 这个常数 这个常数 S是常数 好像L也是常数 其实我们的虚功呢 就是 这两个线圈会互相的 靠近 什么东西在改变呢 L在变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写成这样子 Mu0 NA NB 再乘上S 好 那这个乘上R好了 R要等于L 好 那现在就 我们把R当作是一个变数 等一等gradient的话 就可以 可以微分了 好 现在把这个代入 我看看 有没有超错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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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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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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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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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不一样吗 你说扇子是什么 A线圈的磁通 由B线圈产生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的 我上一堂做这个的时候 我这5BA是怎么 是怎样子定义的 怎么定义 我有定义 所以这个东西 5AB跟5BA 你临时要给他一个定义 你不要去记 我给你讲 我这个讲义 我写的时候 跟我这次教的 正好相反 正好相反 我特别把它改过来 就是按照我这个定义 因为 以前是什么定义 我现在记不住了 我临时讲的时候 我就临时一个定义出来 所以你现在要 你不要去管以前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地方的定义是什么 你就用这个定义去做 OK 上一次 上一次 你甚至怎么说 A线圈上的 A线圈产生的磁通是 5BA 对啊 A线圈的磁通 A线圈的磁通 B线圈的磁通 这叫什么 5什么 5BA 那正好又是 相反 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 你定义出来就好 OK 你要写字嘛 对不对 你每次做的时候 要把这个写出来嘛 我说过你每次做的时候 要写出来 这个 OK 写错了 5BA 所以我们不能靠记忆 像这种相对的定义 你每一次做题目的时候 就要每一次定义一次 你不能够去按照这个 我们定义 以前的规定是什么 一辈子都不改变 这个不太可能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 带入第一试 带入第一试 带入第一试的话 我们就得 比如说 F BA 我刚刚我画的图是什么 F 我画的图 我是FAB 我画的图是FAB 我们就写 B线圈受的力 B线圈受A线圈的力 好 这个是等于 反正这边都是IAIB 然后 Gradient M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partial M over partial R partial R OK 好 那我们就 这个当然要有一个 这是一个向量 这是一个向量 好 那按照R的方向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带进去的话呢 带进去的话 R就没有了 它就等于Mu0 N A N B 再乘上 S 再乘上 IAIB 我们把 IAIB IAIB S R的方向 OK 所以它的 大小就是这个 这个 方向 R Univector 是这个方向 所以以这个为 为准的话呢 它的力是一个什么力 互相吸引的力 互相吸引的力 OK 所以这个 是 一个 这两个线圈 互相吸引 好 这是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方法 我们再用 另外一个方法 来做 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地方 我们是 用这个 Mutual Inductance 的 Gradient 我们现在 另一方 我们用这个 或者就是 IAB 我们IAB 好了 这是I KeepConstant 那你现在 要算这个 磁能 磁能等于什么呢 这个系统的 磁能 第一套 所有的空间 所有的空间 所有空间的磁场 你各种 比如说 这个空间的磁场 跟这个空间的磁场 不一样 还有呢 两个重叠部分 重叠部分的磁场 两个 两个线圈 都会在这里产生磁场 那我们是假定说 这个很长的 螺线管 磁通从这里 马上就出来 从这里 就进去了 这个从这里 进去了 那么这个地方 会有重叠的地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写成 2 把2μ0拿出来 里头 单单在 A线圈上的磁场 我们写成 BA 就是A线圈的 电流产生的磁场 它的平方 仅仅由这个产生的 它就是这一部分 从这里 到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 这重叠的不算 好 那这个 它就等于 全部的体积 全部A的体积 减掉这一段的体积 这一段的体积 就是减掉 界面积乘上L 好 再加上 B线圈 B线圈上面的磁场 那它就是 TB 也减掉SL 就是 这一段 仅仅只有B线圈的磁场 这个体积 是等于 这个体积 减掉这个体积 然后再加上 重叠部分的 重叠部分的呢 它的磁场 是 BA 加上 BB 因为 磁场跟 电厂一样 有叠加性 有A 有B厂的话呢 这两个要 加起来 B是等于 BA加BB 的平方 好 这个 体积就是这么大 体积就这么大 好 那么 我们现在把这个 展开 好 这个是 独一无二的 这两个 这两个都是 跟别人没有关系的 再加上 BB平方 托 B 好 这个地方就有 这个 从这个 这里也有一个 BA平方 乘上这个 这个消掉了 BB平方 我刚剪掉 乘上这个 负的 跟这个消掉 只剩下 中间的这个 两倍的 BA BB 乘上SL OK 乘上SL 好 那等一等 我们要把这个 做grading 做grading的话 它要有 微分的 那这个里头的话 我们 写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这个 L 你就把它写成R 然后R 等于L 这样的话 你就比较不会说 把它当常数 然后Egradient 都是0 那 现在我们 代入 第一是 好 就得F AB 要等于 等于R partia MB over partia R 因为它只有R 好 你把这个 对R 做偏微分 这个都是0 因为这是定值 只有这个存在 只有这个存在 那么 这个存在的话呢 B 只有这个存在 好 那这个就变成 这个R 方向 μ0 2跟2 约掉了 μ0 分之1 然后BA BB 这是常数 S 这个约分 这个微分 就是1了 就变成这个 好 那我们再把 BA 跟BB 带进去 它就等于 μ0 这有μ0 这个也有μ0 约到一个 变成这个 然后 NA N N B S IA I B 所以这个方向是R的方向 还是互相吸引 这个跟上一次 跟那个方法得的结果 是一样的 OK 好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样一个例子 以后你们做这一类题目 有FYAB 或者是FAB等等 你一定要先定义出来 定义 好 那现在 我们再看一个题目